我是李正威 然后来自台湾 她睡了很多 她跟男朋友一起聊天 她英语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很趣的交流 李正威就像个邻家大女孩 但她是去年唯一获选加入以色列巴西瓦舞团亚洲舞者 今年八月渴望由储备晋升正式团圆 不仅是台湾之光 更是亚洲第一 巴西瓦舞团由美国籍舞蹈家马莎格兰姆与法伊以色列编舞家贝沙比罗斯契德 于1946年共同创立 过去15年巴西瓦已呈现震撼爆发性的肢体风格闻名全球 加上现任舞团总监娜哈林 又曾替世界顶尖的荷兰舞蹈剧场编舞声名大噪 我那时候诠释给我妈听的时候 我是说很像你在你以前从前都在看古典绘画 然后他们都是教你说 怎么样把人画得很像那个本人 然后突然有一天你看到比卡索的画 你就天哪 他在画什么东西 然后这就是我那时候对巴西瓦的感觉 李正威八月晋升正式团圆 巴西瓦今年底计划台湾巡演 他期待台湾行不缺席 巴西瓦在各地演出 在美国 在欧洲 在每个地方演出 在日本 然后这是他们第一次到台湾 然后我就刚好打赏了 所以我超开心的 二十出头就在国际舞台发光发亮 李正威以实力证明 他的前途无可限量 中央社记者曹宇凡 特拉维夫采访报道